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3月1日派出代表团访台 其中包括美国前参谋长 联席会主席等人 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 这展现了美台关系坚入磐石 有台媒评论称 这不过是美国在俄乌局势 紧张之际安抚台湾罢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 2月28号晚间证实 美国拜登政府派出所谓跨党派代表团 于3月1号搭乘行政专机窜访台湾 并将与蔡英文见面 3月2号晚间离开 代表团由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迈克尔·马伦领队 成员包括前国防部政策次长弗鲁努瓦 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奥沙利文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 葛林和麦德罗斯 蔡英文将于3月2号上午 与代表团会面 讨论所谓美台关系和国际局势等议题 有评论认为 如果看这个代表团成员过去的头衔 级别算是最高的 但由于不是现任官员 只有象征意义 除了向台湾表达口头上的支持和承诺之外 实际意义不大 这也是拜登政府临时组队 一方面对台湾表达所谓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岛内 因乌克兰局势产生的恐慌情绪 希望继续利用台湾牌 推行所谓的印太战略 制衡北京 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